Hello大家好,我是魔武兵 今天这期网游史,我想跟大家聊一期 割了很久的网游史的产品 坦克世界 作为由白俄罗斯游戏厂商 WarGaming所制作的《战争三部曲》中的首部作品 它在硬核坦克对战模拟 与游戏感见取得了不错的平衡 游戏在2010年6月正式在海外上线后 得到了全球军武爱好者的狂热追捧 攻测三年后 全球的注册玩家数就突破了7500万人 让WarGaming从一个不入流的游戏企业 一跃成为了毒链体内部最有影响力的游戏开发商之一 在中国,坦克世界的故事更为坎坷 空中网慧眼十珠成为游戏的国服首任代理商 赚得盘满钵满 CEO王雷雷与WarGaming创始人维克多基斯蒂之间 相互成就的革命友谊也曾在业内被传为佳话 然而在这一段看似牢不可破的友谊背后 国服坦克世界却因为空中网的种种不计后果的运营骚操作 被加入了越来越多的国服特色 使得游戏体验与WarGaming直营服的海外服差异巨大 在利益分配与运营理念都产生分歧后 最终双方矛盾爆发 导致本营18年3月底到来的国服1.0版本大更新 无限期延迟 国服玩家被迫承受长达800多天无更新的苦果 其影响着恶劣 与09年魔兽世界幻代理风波有了一拼 尽管360游戏的2020年 涡旋成功成为了国服的第二任代理 但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和后续的运营中 同样暴露出很大的问题 以至于不少玩家又怀念起了二雷时代 那么这样一款让国内玩家既爱又恨的网游 究竟是怎么诞生的 它到底有何魅力 能让忠实玩家们一玩就是13年 两任国服代理又各自有什么问题 闹了什么笑话 耐心看完 你一定会有所收获 首先我们从坦克世界开发上 Wargaming及其创始人维克多·基斯利的经历聊起 1976年维克多出生自白俄罗斯的明斯克市 受到苏联教育方式的影响 维克多从小就对二战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颇感兴趣 一本名叫《未来指挥官之书》的系列丛书 启发了他对军事史的兴趣 他还看过非常多关于斯拉夫世界内战和卫国战争的电影 由于父母都是科学家 维克多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并得到了进入实验室接触计算机的机会 相较同龄人他很早就玩到了电子游戏 并对人与计算机之间互动的可能性大为震撼 尽管他在父亲的坚持下进入了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学习物理 但当时苏联已经解体 见证了互联网在东欧从无到有兴起过程的维克多 并不想在父亲的安排下按部就班的活一辈子 大学期间维克多就曾尝试与弟弟和大学好友制作策略类电子游戏 98年毕业后靠着奖学金和父亲的经济资助 基斯利兄弟和同学一起成立了WarGaming 正式涉足游戏研发与发行业务 从2000年WarGaming推出第一款自研回合制战争策略游戏DBA Online起 WarGaming就一直在战争题材与策略游戏领域深耕 他们在03-07年开发的五部回合制科幻策略战争游戏沉重打击系列 让他们逐渐在西方玩家群体中有了知名度 之后两年他们又尝试将策略玩法从回合制升级成即时制 竟然有了两部二战题材的即时制策略游戏 巴格拉基昂行动与战争命令 但受到08金融危机和盗版的双重影响 这两部游戏并没有回本 所幸当时WarGaming还有一些游戏之外的业务 维克多的弟弟尤金基斯利开发的一项广告的技术专利 在07年底被雅虎以数百万美金收购 这笔宝贵的资金成为了WarGaming转型网络游戏的依靠 最初WarGaming受到魔兽世界的影响 想做一款奇幻题材的月卡之MMORPG 并买了当时的主流MMO引擎BigWorld的授权 然而随着开发进程的深入 项目组意识到了如果接着做奇幻MMO 就必须面临来自中国和韩国的免费制网游的激烈竞争 此时韩国的一款免费MMORTS大海战 为他们打拍了新的大门 这款二战背景的海战网游 由韩国公司SD Internet开发 玩家在游戏中装配一艘舰船参与海战 并将自己驾驶的舰船从鱼雷艇逐渐升级为航空母舰 此时WarGaming的一位元老员工 彼得·比蒂科夫提出 可以将海战改为坦克战进行游戏制作 由于坦克题材的游戏在网游中足够独特 同时也在独联体地区拥有广泛的文化认同 维克多被成功说服 《坦克世界》在08年12月底 正式以TankDrome代号立项 项目的开发人员中 也不乏真的在俄罗斯敬畏坦克第四师服役过的 推移老兵斯拉瓦 以及曾在莫斯科第四库尔恰托弗原子能研究所工作过的错刀 可能在不了解的玩家看来 坦克世界不就是一款驾驶坦克 然后互相设计的网游吗 但WarGaming此前制作及时策略游戏的经验 让他们在战车互射之外 建立了战争迷雾基础上的信息博弈机制 开发组将每辆坦克抽象为7个可被观测的关键点 同时为每辆坦克赋予不同的隐藏值 点亮值和视野范围 让信息博弈成为游戏的核心 每张游戏的地图都存在数条交锋路线 与几个兵家必争的战略要顶 这些战略点或是拥有更好的视野 亦或是具备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形 让争夺成功的一方能获得极大的战略优势 各种地图要素诸如可破坏不可破坏的建筑 灌木丛 树林以及高低差地形 则为双方博弈增加了额外变量 开发组还对坦克进行了职业分类 所有战车可被归类为轻坦 中坦 重坦 反坦克战车 和自行火炮等五种定位之中 轻坦因其高机动性弱火力和弱装甲的特点 主要承担侦察点亮的职责 中坦凭借各方面平衡的表现担任多面手 中坦凭借着较高的装甲厚度与不俗的火力 在正面战场空间 TD凭借着高穿透力的火力与隐蔽性 通过黑枪来提供支援 自行火炮作为特殊 它拥有上帝视角和范围覆盖全图的支援火力 直接划分让战斗的可玩性进一步提升 根据GameStar在09年8月底对坦克世界项目组的采访显示 苏德在二战期间的大规模坦克会战启发了项目组 最早做定游戏的坦克 只有苏系和德系的坦克术 根据坦克术的设定 玩家将从一级坦克开始爬起 通过每局对战积累的战斗经验和银币 逐步解锁后续等级线的坦克 最高爬到10级 当时不是每条线都能爬到10级的 10级坦克也只有苏系的IS-7和德系的属世 1-100等重坦 为了能让游戏表现得更加真实 项目组在坦克设计上参考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并力求所有的修改 都在历史和技术真实性的范围内 尽管如今坦克世界被不少玩家调侃为雪条世界 但游戏在当时就已经做到了部件破坏的效果 而且不同部位的装甲厚度也是不一样的 甚至炮弹还会因为入射角度过大 而出现跳弹的情况 可以说之所以坦克世界会在日后大获成功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项目组一开始就在拟真性和策略性上下了很大功夫 尽力打造了一个相对严肃 但又不失乐趣的坦克对战框架 在游戏开发了一年多后 World Gaming的资金告急 维克都不得不四处筹钱 当时他们找到了一些美国与德国的发行商 但由于这些发行商对网游业务了解不深 甚至还因坦克世界能免费下载微游 只说连魔兽世界这种网游都有每月订阅费用 你World Gaming算哪个人从敢让玩家白嫖玩游戏啊 吃了闭门羹的维克多只能选择自己发行游戏 由于没钱 维克多甚至一度考虑卖掉公司的一部分业务 来缓解资金压力 这时我们就不得不说 维克多在中国的奇妙遭遇了 为了寻求代理和融资机会 维克多于2010年来到中国 然而虽然当时国内厂商能理解免费网游的模式 但由于坦克军武题材听起来比较小众 没有成功案例可供参考 因此当时没有一家大厂愿意冒风险签下坦克世界 后来回忆这段经历 维克多说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然而我从深圳到上海再到北京 给许多代理商做过演示 但他们看起来都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就在他即将爆汉回国之际 他中国行的最后一站 空中网却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惊喜 空中网CEO王雷雷在听了45分钟的路演后 当即决定签下坦克世界 事后维克多曾无比感慨 当王雷雷第一眼看到坦克世界的时候 就不断的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 遇到王雷雷的那一天是我的幸运日 他是我在中国最好的朋友 而王雷雷更是将这一段关系进行了升华 称维克多是俄罗斯的同志加兄弟 之所以王雷雷能够慧眼石珠 或许与其降门之后的出身背景有很大关系 王雷雷是前解放军中将王正将军的亲孙子 对军事题材的兴趣自然比一般游戏公司老板高出许多 这里简单聊聊王雷雷的发迹史 他在90年代就读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 然而由于在一门选修课考试作弊被发现 他的保研资格被取消 本科毕业的他在96年 取了中国长城计算机软件打砸了两月 之后在一位台湾期货商的股东下 又到了上海做了两年大客户经理 由于卷钱能力特别强 当时人送外号京城小旋风 98年自称赚了点钱的王雷雷 又回到北京 与同学创办了以计算机编程为主业的 北京银城志科技有限公司 之后在母亲好友周凯璇的引荐下 李嘉诚财团旗下汤姆集团在99年收购了银城志 王雷雷由此进入了汤姆 汤姆在前几年初借助了中国移动短线业务开放的契机 入局了无线互联网市场 凭借着彩信彩零等增值业务 熬过了互联网泡沫下的资本寒冬 05年前后 掌上灵通 汤姆在线 空中网 华友诗记等四家打着电信增值业务概念的公司 集体进军纳斯达克 成就了继2000年之后的第二波 中概股赴美上市高峰 而王雷雷也在这个快速增长期 从中国区营总经理 一跃成为了汤姆在线的CEO 由于对无线娱乐产品的感觉比较好 同时把握住了关键的营销渠道 王雷雷凭借企业出众的适应率 获得了印钞机的外号 当时外界对他的印象是一位比较通的领导者 他每年都会带着手下员工 长途骑车去北戴河拉链 因为他的军人情节让他坚信 强劲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经过近十年的运营 王雷雷在电信增值领域涉猎之广 根基之深少有敌手 值得一提的是 王雷雷早年还曾花过1000多万 尝试入局网游领域 最终以失败告终 他当时曾表示 我认输 做网络游戏 我做不过丁磊 后来随着中国移动电信增值业务政策 出现重大转变 空中网首任CEO周云帆 在08年决定弃商从政 王雷雷接受周的邀请 入主了空中网 2009年 空中网收购了拥有3D网游自研能力的 大成网络 期望通过所谓的手机游戏 加互联网游戏 全新业务模式 摆脱增长困定 但这个如意算盘却落了空 我之前专门做过节目 龙Online 是大成被空中网收购后 推出的最重要的产品 但却因为急于求成 在10年初上线后近乎原地自爆 之后大成也没拿出什么有竞争力的产品 可以说 这次收购是完全失败的 反倒是王雷雷主力签下的坦克世界 意外成了公司实现业务转型的突破口 代理坦克世界后 空中网网游业务的营收 从一年的近4000万美元 飙升到了一二年的近9000万美元 超越了无限增值业务 成为了空中网的主要收入来源 毫不夸张的说 代理坦克世界可能是王雷雷 在执掌空中网历程中最为正确的决策 没有之一 除了军人家庭出身带来的军礼情节 空中网作为入局游戏市场较晚的公司 也不得不签下一些在主流发行商看来 商业风险比较大的产品来赌一把 坦克世界以及后来的基站2皆是如此 当然坦克世界和基站2也确实 在游戏性方面是遥遥领先于时代的 单就这点来说王雷雷对娱乐产品的感觉 较好的说法也确实属实 后来王雷雷自己还经常以玩家身份 在自家各个军武网游里与大伙打成一片 与坦克世界知名UP战筒5号的开黑回放中 打发狠冲的王总告诫年轻人 要玩就玩一波流 不要耸就是干 由于他多次在公开直播或采访中 展示自己在游戏的化身老兵54 以至于玩家后来一旦在游戏中看到这个ID 二话不说全体朝着老兵54冲锋 毕竟能在游戏里狂揍公司老板的机会并不多得 除了在打游戏方面身先士卒 王雷雷为坦克世界在宣传上也没少站台 国服于11年3月工作后不久 在北京坦克博物馆召开了军武主题的媒体见面会 会上王雷雷与维克多穿上军装 互称同志兄弟 并一起喝下交杯酒的名场面 让不少玩家记忆犹新 之后由于坦克世界国服的商业成绩出色 空中网海与Workgaming于12年5月 将老板间的同志兄弟情落实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合作文件中 Workgaming授权空中网拥有坦克世界 与另外两款即将面世的军武网游战机世界 及战舰世界在中国市场的永久独家运营权 并将未来所有自家游戏在中国市场的优先代理权 也授权给了空中网 而作为回报 空中网董事会将500万股股票签发给了Workgaming 如今再回首这一段双方的蜜月期 不得不敢改 在利益面前 什么兄弟情都是靠不住的 事实上在温情光鲜的外表下 坦克世界国服从公测起 就展现出了相当贪婪的一面 公测之初 空中网就给了封测玩家们一个下马威 空中网承诺 将保留玩家们在封测期间 积攒的所有经验值与科技术 然而直到游戏于315正式开启 不删倒测试 封测玩家们才恍然大悟 空中网玩了一个文字游戏 科技术并不是玩家以为的科技术 经验值确实保留了 但全部转移到了一级车上 而不是所有车都能使用的全局经验 这个下马威也被玩家们戏称为 百万经验拖拉机事件 当然由于这件事仅坑了封测玩家 还是比较好糊弄过去的 真正引起玩家广泛不满的 是空中网后续对国服版本的种种修改 相比于World Gaming的直营服 国服在很多方面都挑战过玩家的底线 比如11年底的0.70版本增加了涂装功能 但是永久涂装的价格 直接突破1万金币 那时候人民币与金币的汇率是1比40 差不多两三百块人民币才能买一个永久皮肤 而且30天和7天的现实皮肤也要花金币 而反观直营服 永久皮肤比国服少了两个零 甚至现实皮肤只需要花银币 尽管皮肤对游戏的体验影响并不大 但是如此做地起价的操作 让不少玩家开始担心空中网为了敛财 会进行更多突破下线的调整 而这份担心很快化为现实 空中网在一个月后更新的0.7版本 推出了臭名昭著的金币战车黄金59 为了让非军迷观众更好理解 我先简单科普一下59式坦克 这是新中国建国后的第一代主战坦克 它以苏联的中型坦克T54A为基础进行研发 并在1959年的国庆阅兵典礼上正式亮相 它是解放军装备数量最多 服役时间最长的坦克 因此59式在国内军迷心中有着相当特殊的地位 普通59作为World Gaming在游戏中推出的第一辆中国坦克 于11年9月底在国府上线 作为金币车 购买普通59要花费近200块人民币 但不少玩家依然慷慨解囊 这里解释下 金币车最初在World Gaming的构想里 是专门为有钱没时间的用户准备的一类坦克 可以让不想爬行的玩家花钱直接玩到高级车 由于金币车收益维护比率较高 其对局收益更高 但为了不影响平衡 金币车不能改造且弱于同级别完全体的银币车 可以说作为金币车的59式 在当时并没有对游戏平衡造成太大冲击 还满足了国内军迷玩自家坦克的需求 算是一种正常的营销 然而空中网并不满足于只卖普通的59赚钱 于是在四年年初顶着舆论压力上架了黄金59 在最初的公告里 黄金59作为庆祝国父一周年 与龙年春节的典藏战车 被用来奖励优秀玩家 比赛优胜者或作为现实活动获取 因此早期主要是军迷玩家在抵制黄金59 因为这打破了坦克世界 基于历史真实武器推出坦克的基调 但很快空中网就把黄金59放进了特惠商城 明码标价77,760点圈 折合人民币3888 尽管黄金59比起普通59 仅多了双倍经验和匹配分房的优势 没在属性数值上动歪脑筋 但换个金皮贴图就敢让价格翻十倍 关键还真有玩家愿意买 这让大众玩家对于国服前景十分悲观 更别提黄金59在当时还是国服特供 维克多曾在早年采访中专门谈及此事 他说大部分坦克世界付费用户 每月会为游戏花25美元 当然我们可以马上做一个钻石相近的坦克 售价1万美元 但玩家并不会买账 我们只在中国提供这种服务 他们让我们做一辆金色坦克 售价400美元 玩家们当然不能忍受这种 带有人傻钱多感觉的处理方式 那时候黄金59就如过街老鼠一般人人喊打 游戏外玩家抱团对空中网进行舆论施压 游戏内由于那时候还有友军伤害 只要看到黄金59都不等对面充脸 队友就会把驾驶黄金59的车长 堵在家里集火送回车库 这还不算完 空中网在半年后的0.74更新中 将拆卸坦克配件的价格 从10斤调整到了80斤 而拆卸配件是每位玩家 在爬线过程中一定会经历的事情 而与此同时 直应服却没有这样的调整 如此明目张胆抢钱的做法 彻底惹怒了全体玩家 彼时正巧赶上轰动全国的中移动贪腐 王雷雷作为关键人物 于11年5月被带走协助调查 直至13年才低调回归空中网 在此期间有传闻 王雷雷以狗丸疾病为由 争取保外就医 因此二雷狗丸癌 急需80斤救命的梗 应运而生 从此空中网每次作妖狗丸癌 都成为了抗议时最响亮的口号 尽管面对玩家一次又一次的抗议 空中网最终也大多选择了妥协 天价涂装 拆解价格最终同步了直应服 黄金五九也沉浸了很长一段时间 就连国服0.81版本 为同步的银币可购买金币弹的设定 最终也在13年7月的0.86版本实装 但是国服并未就此迈入正轨 在玩家圈子里 也长期流传着这样的传言 Wallgaming为了报恩空中网 曾经的雪中送炭 给空中网提供了远高于一般代理上的权限 可空中网却在其代理期间滥用权限 让国服环境逐渐畸醒 在空中网代理期间留下的诸多烂摊子中 300穿就是典型代表 300穿指的是122毫米的金币破甲弹 破杠471 在空中网代理时期 这一炮弹拥有300毫米的平均穿透力非常强力 其实海外直营服早就基于平衡性 考虑将这一炮弹的属性 由300穿透改为了250穿 但是国服因为一些运营决策问题 导致官方不敢实装这一平衡性调整 在金币弹普及后 300穿上能使用这一炮弹的王总111等金币重坦 持续影响国服八级方的平衡 在国服自营的军武商城之外 空中网还在13年后 搭建了集成了旗下所有游戏的天猫旗舰店 微店 由于游戏商城与空中网官方旗舰店经常会出现价格差异 不少玩家猜测 旗舰店的收入可能不会给World Gaming分成 后来还出现了能定制万物的大客户商城 只要累计消费5000成为大客户 从全局经验到完整的银币路线 再到最难练也最费钱的满技能车组成员等等 通通都能花钱购买 甚至连超级测试福利才存在的超测车 比如售价5000的求5000和售价1万的求1万 也被空中网拿出来流入市场 这还没完 由于空中网在16年底注册了P2P品牌 空中金融 空中网为了给空中金融导流 还将907工程和酋长T95作为投资赠品 加入到理财产品中 在空中网时代的中后期 可能是考虑到会丧失代理权 他们甚至开始透支游戏寿命进行跳楼促销 频繁地打折 上架秒杀神包和一小博大的花式抽奖来讨好玩家 导致300传金币车满大街都是 金币弹 银币 经验 甚至多到用不完 除了滥用权限 空中网在插件问题的管控上也备受诟病 插件的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坦克世界上线之初 由于那时World Gaming对Big World引擎的优化做得并不好 玩家会通过自制插件改善基础游戏品验 那时官方对插件作者的态度也非常包容 因此越来越多定制化需求的插件也开始出现 比如各式瞄准插件 显示玩家效率值的插件 涂装插件 以及娱乐像的二次元头像插件等等 紧接着不少破坏游戏平衡的插件开始进入大众视野 比如可以看到被点亮敌方炮口指向的激光炮线 小地图标识压述情况的压述插件 显示敌方弹药装填时间的插件等等 当然还有日后引起巨大争议的去草插件 去草会把地图上所有物理遮挡视线的灌木丛 树木等植被全部去除 尽管去草并不会影响植被本身自带的隐蔽值 但却能为使用去草的玩家提供视野上的绝对优势 大家看这两组对比图就一目了然了 随着World Gaming注意到违规插件对平衡的恶劣影响 俄服从13年初就开始陆续封定违规插件 而空中网却纵容了一些插件在国服的存在 我和一位曾经负责过多玩盒子的兄弟交流过 他告诉我空中网其实曾施压让他们下掉盒子的去草功能 但在他们再次上架这一功能后却没有再管 甚至编辑还清楚的记得王雷雷在直播中公然使用去草插件 空中网实际上默许了去草的存在 到雷服即将关闭时 去草已经成为了不少留守玩家的必备插件 该不该禁止去草也成为国服玩家群体中争议最大的话题之一 其实只要产品还能赚钱 World Gaming对国服的各种畸形 睁之眼闭之眼也就过去了 但空中网的另外一些小动作就着实让人难崩 比如为了恐怖自己在军武类网游领域的地位 空中网在16年后又陆续代理了装甲战争 装甲风暴等以坦克为主题的客户端网游 而且还变着发的给两个游戏引流 比如多次在坦克世界公众号里做推广 还会根据玩家的空中网账号 在坦克世界等游戏中的历史贡献 来给予不同等级的激励等等 这真的就是赤裸裸的被刺行径啊 16年底 空中网和World Gaming签署了一份新的协议 这份协议的内容大致是 空中网会减少对World Gaming的收入分成 但是空中网对未来产品的优先代理权也不复存在 尽管外人无从得知 双方闹到这一地步的具体原因 也许是空中网嫌弃分成太高 又或者是World Gaming想要找更大的合作方 开拓中国市场 总之还没等7年这样到来 双方的联姻就已经出现裂痕了 当然那时大多数玩家并没有注意到双方的关系渐行渐远 直到18年3月 原定于此时更新的1.0大版本放了鸽子 才把这场撕逼正式公之于众 这件事在当时也给刚刚开始做视频的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当时空中网已经花了几百万的悬发费用 为1.0更新造势 我也曾接到空中网的联系 他们希望我能为1.0版本做一期推广 可见当时空中网也是真的相信游戏能正常更新 然而在连官方公众号都官宣了更新时间的情况下 却还是跳了票 之后曾多次传来可能会更新的消息 但最后都不了了之了 如今再次复盘这次长达两年多的停增事件 其实也不难想象双方博弈的过程 坦克世界1.0更新作为游戏最有野心的一次更新 开发组下了大力气对画质、配乐、音效进行了全方位升级 也对部分地图进行了实质性更改 于是World Gaming想借这个机会来收回部分游戏的管理权限 甚至提高分成 以达到加强对国服的控制 提升自己利润的目的 虽然双方有所谓的永久代理的约定 但倘若开发组故意不给代理上能用的更新包 空中网似乎也只能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从后来360国服的状态来看 无论是300川同步为250万禁用驱扫插件 还是把已经打着出售过的金币车恢复原价销售 都是空中网无法接受的要求 因为这显然没法给已经掏钱的玩家交代 也从根本上颠覆了多年来的运营思路 双方的巨大分歧最终导致谈判陷入僵局 然而看似掌握主动权的World Gaming 其实也处境尴尬 倘若要重新找国服代理 正常来说要重新申请版号 可当时中国银产业处于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版号寒冬 坦克世界这种军武题材的产品 重新送是难度会非常夸张 从空中网手中买版号的话 肯定成本也低不了 19年4月World Gaming与360官宣将启动战略合作 公告中完全没有提及空中网 甚至将坦克世界1.0版本 称为基于坦克世界的新游戏 这把玩家们吓出了一身冷汗 以为数据不会继承 并理所当然的激起了广泛的抗议 空中网这边倒是有恃无恐 不仅疯狂打折促销压榨剩余价值 甚至还在19年7月与腾讯达成合作 将坦克世界搬到了VGame上 一副接着奏乐接着舞的景象 可是双方拉锯之际 空中网的其他业务出现了问题 旗下的P2P品牌出现爆雷 让公司财政出现了困难 急需一笔资金解决 最终在不得已之下 空中网在20年3月1日 将旗下全资子公司大成网络的股权 质押给了360 之后World Gaming 360和空中网 在20年3月13日宣布将深度连运坦克世界 战舰世界 同时三方共同承诺 玩家数据将得到评仪 实际上这就是完成了一次 桌面下的代理权交接 最终360的国父时代 在20年7月正式开启 数据继承版本同步 听起来似乎应该是一件不错的结果 可实际上到目前为止 360在玩家中的口碑都不太好 甚至不少玩家还喊出了 反周富雷的口号 刚开服时 360就做了一件让人很无语的事 当时360按照World Gaming的想法 将国父数据与之音符拉起 比如将300穿平衡为250穿 为了补偿老玩家 开始官方宣称可以进行替换活动 替换范围是任何当前客户端内 可获得的6到8级高级车辆 甚至是2020年7月15日前 从未在国福出售的坦克 然而之后却翻脸不认账 说这是置换活动 只能在指定的一些坦克中选 还删掉了之前发布在官网的公告 装鸵鸟 再比如游戏公司后 继承改名也存在问题 而且不少玩家的ID 被莫名判定为违法ID 仅仅是ID里带了周鸿逸名字的一个周字 还有类似收回子装这样的问题 让360服开服就被玩家疯狂爆破 在插件问题方面 360选择向国际服看齐 彻底禁止以去草为代表的违规插件 这当然也挑战了去草玩家的游戏习惯 虽然这净化了国服环境 令不少苦插件久矣的玩家拍手较好 但无疑让玩家社区产生了严重的割裂 更令不少人不爽的是 360服的物价体系完全朝直营服看齐 就以一个多月前刚重新限时限量上架的黄金五九为例 这辆坦克在空中网运营期间 已经经历过无数次反场 折扣力度也越来越高 价格最低的时候能在1000块内拿下 即便如此 360最终却仍以3200元的价格进行出售 可要知道 作为一款已经运营了12年的老网友 哪怕是做了1.0这样的大规模翻新 坦克世界在如今新进用户也不会太多了 从空中网时代走过来的老玩家 才是坦克世界国服占比最大的群体 从World Gaming的角度出发 肯定会认定空中网宠坏了国服老玩家 留下的烂摊子得花很长时间才能收拾 但在生米已经煮成熟饭的前提下 是否应该完全照搬直营服的商业模式 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更何况 如今坦克世界在题材的限制下 已经很难在既有框架下 开发出能让玩家眼前一亮的新内容和新玩法 曾经引以为豪的历史严谨性 也在不断为游戏性让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 World Gaming和360的合作模式备受质疑 也自不意外了 总的来说 坦克世界无疑是一款经受住时间检验的好游戏 它诞生自World Gaming团队对于策略游戏的经验 及战车文化的热爱 也让军武题材网游真正走向了大众玩家去 可无论是空中网时期 私服式典财 还是日后360和World Gaming 联手后粗糙的运营及粗暴的定价 都很难让中国玩家们满意 并且这两个卧龙凤雏 在得对玩家方面的笔学赶帮超 更令我心深感慨的 反倒是空中网和World Gaming 从一见钟情到相看两相宴的过程 这简直是为没有永远的朋友 持有永远利益 这句名言做了最生动的主角 不知多年后 老维克多再次回忆起当年创业的艰辛时 心中是否还会想起那个 和他一起饮下交杯酒的中国朋友呢 好的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点赞支持 如果你对中国游戏和游戏行业感兴趣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大家订阅我的频道